我们先准备一些新鲜的柳树叶 把柳树叶的柳叶我们要一片一片的摘下来 全部折好的柳树叶我们给它清洗一下 用手轻轻的揉搓把上面的灰尘清洗干净即可 千万不要使劲 否则柳树叶就会被洗烂 清洗干净以后我们捞出来放到一旁暂时备用 切锅里我们加入一些糯米 开火把这糯米呢我们先给它炒热 用勺子不停的给它翻动 糯米我们全部炒热以后把火我们转到最小 然后把我们清洗干净的柳树叶下入到锅中 把柳树叶和糯米秀色的翻炒在一起 糯米也能吸收柳树叶上面炒酸味 也能给柳树叶增加香味 所以呢我们把它们两个搭配在一起翻炒 把柳树叶上面的水分全部给它炒干 在这里一定要小火全程不停的翻动 经过五分钟的翻炒 柳树叶上面的水分已经全部炒干 我们继续翻炒 把柳树叶里边自带的水分也给它炒干 又经过了十分钟 我们这时翻炒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柳树叶已经沾不上我们的糯米了 说明柳树叶里的水分已经全部没有了 炒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我们把柳树叶给它捞出来 放入到一个盘子中 这样我们的柳叶茶就做好了 我们在食用的时候 取上一到两片放入到一个杯子中 我们再用开水给它冲开 这样我们的柳叶茶就做好了 方法非常简单 常喝柳叶茶对身体非常的不错 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 每天要坚持喝 柳叶茶喝一段时间 你会有惊奇的变化 今天老日本人制作柳叶茶的方法就分享大家了 赶紧收藏起来再加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你的观看